大人 您在干嘛呀 你是福利新来的丫鬟吗 难道管家就没有告诉你 我的房间不准任何下人进来 我劝你还是快点离开吧 如果让我爹知道了 罚你一顿板子是小 你一个女孩子 再把你变卖了 恐怕你都应付不了 大人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又是林爷给你熬的药 来 趁着喝了它吧 我好端端的喝什么药 不喝 大人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您现在贵庚啊 十三 十三 这在几个时辰您就十三了 你在说什么呀 大人您十三岁 您看看您的手 这像一个十三岁的手吗 您现在啊是身体不好 快把这个药喝了 您身体才能好 大人 您看这是什么 我的手环 怎么在你那儿啊 黄小龙 不还 除非你买药喝了 手环在我手上 那我一定是你信任的人对吧 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骗你的 你把药喝了 我就把手环还给你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药里下毒 小心了吧 小心了吧 黄总 黄总 快 黄总 你可以走了 原来大人十三岁的时候 练剑就练得有模有样 果然是几位的苗子 喂 你跟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他们是谁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 朋友 林玲 你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使 这怎么还没好呢 我不行 那你自己想办法呀 我 我想办法 你教我的 谢媛媛你干吗 治病啊 喂 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 你干吗 谢小 还一会儿啊 就会回非生圆样的 我听你鬼扯我 姐姐 你教我什么 姐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嗯 你现在 几岁啊 姐姐 我八岁了 姐姐 她们怎么那么凶啊 嗯 她们在玩呢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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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嗯 走 嗯 嗯 啊 嗯 嗯 至少 姐姐 是我 你大晚上不睡觉 你跑来这儿干嘛 我害怕 你怕什么 外面打雷 你怕打雷啊 不怕不怕 告诉你啊 这个打雷啊 就是雷公放了一个屁 你总不能让他憋着吧 打雷 是雷公放屁啊 对啊 可我娘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谢我 走吧 姐姐带你回去睡觉 姐姐 我不走 我要跟姐姐一起睡 以前打雷下雨的时候 都是我娘陪我睡的 这一起睡 嗯 这不太好吧 那姐姐带我去找我娘 我想她了 你娘 你娘现在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你听姐姐的话 好好睡觉 姐姐就带你去找她 好不好 嗯 也是最听话了 嗯 姐姐 别留我一个人了 我害怕 这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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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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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嗯 乖 不怕 有几些碎 别怕 别怕 姐姐 你干嘛啊 觉得你小时候真可爱 小时候真可爱 长大了也可爱 你怎么这么扯啊 姐姐 你怎么醒啊 不是 我和她 不接着睡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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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回事 不不不 姐姐 你昨晚一直打呼你知道吗 你瞎说 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 没有瞎说 你不仅打呼 还磨牙 磨 磨牙 对 你还说梦话 梦话里说什么 想把我吃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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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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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玩了 小老子 怎么样 你瞪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 昨天她是因为打雷 怕一个人睡 所以 我跟陆大人清醒白白 我发誓 天下你说 昨天晚上她对你有没有动手动脚 怎么会 她现在是个八岁心智的小孩 八岁心智怎么了 八岁心智身体也成熟了 八岁心智身体也在打雷